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我是敖武 今天呢 因為有人問我說 那個BOSS戰要怎麼打 那這樣子 錄個影片好了 那等會錄好影片以後 就會上傳給 到Youtube去 那大家就去Youtube那邊看一下吧 是說這樣子在講的時候 就已經在上傳了 所以就 看一下BOSS戰要怎麼打吧 因為 老實說 我也很沒有去刻意安排BOSS戰怎麼打 因為有時候也是看網路上的 其他的玩家分享 怎麼打 我就跟著怎麼打就對了嘛 對不對 好的 那首先先看一下技能的部分 就是天賦啦 對 因為我們是用 炮位是用那個 狗哥 也就是施尼波 施尼波 那施尼波它是物理的 所以我們這邊要把它改成物理的 嘿 然後前面這兩個不便 在下面 這是第一頁的部分 第一頁的技能這樣放 第二頁的技能這樣放 好的 那第三頁這樣放 然後這是第四頁 好的 那天賦的部分就是照我這樣放就對了啦 好 如果你這樣放完 打不出跟我一樣的傷害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看人物的部分 人物當然那個炮位就是施尼波 施尼波我們俗稱的狗哥 那狗哥它身上我給它帶的武器是這個啦 弱點機率啦 那這個是大王武啦 那 不要問我為什麼有 那就是因為就是有就對了嘛 好 然後它的專三要開 然後帶 這個是 你如果沒有大王武就帶小王武 一樣的效果 只不過分數低一點而已 那有大王武當然是比較高一點 因為 小王武我記得是40% 是大王 大王武好像45% 不太確定耶 反正大王武比較多 會多一點啦 好這大王武的部分 然後裝備喔 裝備就是反擊率啊 反擊率或生命啊 都可以啦 可是我是用反擊率啦 想要拼高傷害嘛 然後這是吸血 然後加爆傷 照理說應該是爆傷加吸血啦 那吸血加爆傷 那也沒關係 反正 就 這個是算 這一組就是湊合者用 萬用 然後寶石的話就是 弱點傷害囉 爆擊傷害 這一顆我還沒有換成 那個什麼 就是覺醒的 要不然覺醒的話就會變40% 40% 攻擊傷害會再更高一點 然後我們這一個 技能冷卻的部分 是聽那個什麼湯元介紹的 他說可以放冷卻來減低時間 會更快一點 那我就照他這樣子放一下 那事實上我打出來的傷害 最高曾經到3000多萬啦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OK 因為厲害的都打7000多萬嘛 那 可能是有其他的 方法之類的 可是我沒有看到人家怎麼打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 那我自己就是 隨便留打法 那打多少算多少 那3000萬其實我覺得 打人家高等的 一半 我覺得 應該還可以說得過去啦 給你們當作參考 嘿 我這個 如果說有更好的打法的話 那就歡迎在底下留言啦 好的 那另外其他的人的部分 這個是 Iris 垂女 垂女就跟我公子戰一樣的裝啊 沒什麼差別啊 我也沒動過 就這樣子 嘿 攻速反擊 就這樣 然後再來是 小紅帽 雷杰爾 雷杰爾的話就 你看這裝備都一定是隨便辦配的啦 因為我還沒有 裝備可以來 讓他 讓他滿裝 所以我 如果說硬要說他要穿什麼裝 那就是 弱點機率 武器是弱點機率 然後身上穿生命 嘿 就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還要帶艾斯出去 那艾斯的裝就是這樣子啦 攻速 生命 這是他PK的裝啊 對啊 然後 然後 有些人問我說 他艾斯又要PK 然後又要打PVE 怎麼辦 我告訴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練兩隻啊 練兩隻的話 他的 他練兩隻的情況之下 他的PK的時候是穿攻速加生命嘛 對不對 然後他如果是拿來練PVE的話 你就是帶 再來 一樣也是弱點傷害 弱點機率加生命 對 然後 他寶石 這個是PK在用的寶石啊 所以不用看 嘿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 新角色 應該說新覺醒的角色 索伊 索伊這個新覺醒 就是專門為了要拿來打這隻網用的啊 對 然後穿什麼裝 當然是生命裝啦 就這樣子啊 兩個生命裝嘛 對不對 沒有什麼好講的 有些人 當然有些人跟我講說 他的這個 專三開會比較 快一點 老實說呢 我是不 我是不確定啦 但是我是沒有開啦 但是我們也想可以打這樣子 我覺得OK 對那有些人說 說不定這個開了以後 傷害再更高一點 可是 為了預防接下來三週年 泰晤要覺醒了 所以我暫時沒有打算要讓他先衝鑽三 因為我的寶石也有限 那就是這樣子 你看我什麼都沒裝 我就這樣子而已喔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打一場試試看吧 放招順序喔 其實放招順序沒有什麼特別順序 你要知道 颱風之一他有一招會衝下來的那一招 會消次數 所以要消你次數之前的話 你的那個雷伊捷爾的那一招 火鳥要比較慢一點放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接下來就先打一場來看看 一開始的話我是習慣先用 其實那什麼一開始都是 就看這些boss妹一隻速攻就爆了啦 然後我會用垂女的那招 垂地板先去垂他 垂他肩灰血啦 因為垂女很容易被打嘛 對不對 所以垂他肩灰血啦 那接下來他就會放那招 你看又要衝地板了 好衝地板完以後 然後你就可以放雷伊捷爾的火鳥了 消他的攻擊力 其實這邊消不消 其實說實在的沒有很大的差別 對我來說啦 然後接下來就是放 雷伊捷爾的夕陽劍 然後你看嘛 那這樣子兩個都已經醒了嘛 對不對 覺醒都醒了 那接下來就是用斯尼波開始紅了 這個地方齁 我們建議用斯尼波下面的那招來轟 會比較 就是效果會比較大 可是如果說真的 cd等不到 或是說cd已經真的都卡在那邊 卡剛好了 那你也不要客氣 你看這就是來不及 嘿 那他如果在放招的時候 你就是盡可能的 多鐘下面那招來轟就對了 那接下來你們會看到 索伊這邊這一招亮了嘛對不對 你斯尼波這一招打出去完以後 就可以放索伊的這招了 就可以放索伊的這招了 因為很容易沒寫 你看這就是種石頭啦 種石頭就很麻煩 我還要多一招去解 所以先放一個這個來擋一下他的傷害好了 然後這一招放完 斯尼波的下面那招放完 然後就去解 垂女的石化 垂女的石化怎麼解齁 索伊的上面這一招 老鷹他會可以幫忙解狀態 所以就解一下狀態吧 要不然都會 cd會太慢了 你傷害打就越來越少了 又中了 浪費我了欸 好啦 就中了就算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 現有的方式直接打 好不好 等會我們再錄一個比較 不會 不會 不會那麼容易被石化的 就等會再打一場啦 好不好 這一場就先這樣打啦 可是這樣打我也已經兩千多萬了 應該還好啦 其實這樣子 再一直打下去差不多 三千萬左右啦 那沒了 沒三千萬了 就這樣 那我們這一場就是這樣子了 結束了 那因為至於接下來的畫面 會延遲到很 不是說延遲到很久啦 就是他會 龍打不死我 我打龍沒傷害 我覺得這樣子放著有點沒意 那我們就以這樣子的部分來結束了 就是用這個分數來結束了 因為再打下去也沒看頭的 反正就兩千八嘛對不對 就兩千八百萬這樣就好了 是的 那我們再打一場 試試看 看石化的 這一個部分 會不會再少一點 少一點 說不定就會比較高一點了 好 開檔 一開始就是拿吹女先吹她 其實剛才在那個索伊可以放那一招 這招羽毛的時候就應該要放了 不能再讓她先擋 沒關係啦 反正 目前看來這樣打的打法 有時候運氣好一點就是會有三千萬啦 運氣差一點大概只有兩千多萬左右 那運氣再更好一點的話 那運氣再更好一點的話 有時候沒bass的話 那個衝出去的次數會更多 其實會比較多一點傷害 好寫了就開始放啦 盡量都用絲影波下面那一招來紅齁 我看這邊差不多那個 這應該就要放出來了 英女那一招要放了 要不然 對這一招要放了 好的那放的時候她的CD時間也會 可以 重置一下 那就繼續用絲影波紅啊 因為其實沒有火鳥差蠻多的 我個人覺得啦 那你看這就是比較沒有被石化的 這一招 就會看起來好像比較多耶 趁這個時候再給她放個火鳥之類的 這現在快紅喔 要死啦 好啦 三千萬啦 就是這樣子的打法啦 好 沒救了就這樣子了 所以呢 大概 這一場就是三千萬左右啦 就這樣子的打法 沒有特別的 去安排裝備啊 還是什麼的 就是這樣子而已呢 那麼 影片就錄到這邊啦 那如果有任何建議的話 或是有 什麼更好的打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提供給我啦 影片底下都可以留言的 那喜歡的話可以按個讚 然後給我個訂閱 不用錢的 然後 不定期再推出一些新的一些東西啦 對不對 如果說你們有需要看什麼的話 那就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就盡量再錄給你們看囉 嘿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那現在大家囉 那我就把這個 這個部分給結束掉 因為在打下去好像感覺有點脫胎錢 其實還可以拼一下啦 啊沒有了 沒得拼了 接下來就看艾斯跟 跟颱風之翼兩個對砍而已啊 沒別的 有機會砍到 3200萬嗎 啊 實話的 看起來好像沒機會耶 好啦 隨便 就這樣 好啦 就 打到這樣就好了 反正就固定就這樣子的傷害了 好的 3194萬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BOSS戰的一個簡單的大概介紹 那有不詳細說明的地方 那你還想要了解更清楚的話 歡迎再跟我來做詢問囉 像影片下面都可以留言的啊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